哈囉 大家好我是老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idiBidi還有Discord 好今天 我們要介紹的是 五位英靈的神兵齁 其實在2月26號微信官方上面已經公告了 然後因為最近的事情太多喔 一直忘記 忘記做這件事情不好意思 好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也是第一次看啦 好在第1 總共五個是 羽騷龍、玄機、音隙 羊環跟這個高氣 羽騷龍是天羊刀 聽說羽騷龍的技能被罵得很慘 我來看一下為什麼 免傷提高3到15% 免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還要攜帶喔 免傷降低 123是5 喔如果有 如果有攜帶buff的話 然後才降5% 然後攜帶凌緣盾的狀態遭受攻擊之後 去上自身 恩 沒什麼屁用啊 呵呵 就普通啦 而且神兵已經很難練了 那個材料有夠難打了 啊給了這個技能 就 最低壓3% 啊我關你關開第一個我就要花很多時間了 呵 何寬到15% 你說到15% 好啦OK啦 但 你說免傷在降低 5%這個 你還要攜帶一個有害狀態 至少要幾個啊 五個嘛 神經病喔 誰會讓自己攜帶那麼多有害狀態啊 打暗創 可是 我不會帶這麼多人要去攻擊 會嗎 我覺得很少這種狀況耶 很少 因為這樣被罵了嗎 我沒有特別去看NGA的論壇 不過 確實技能來說 沒有很大的特色 好 作為一名光鼠 鐵位 更提供的防禦性驅散 我完全不想練 才15% 因為我只要想到那個材料要打那麼久才會開啟第一階的3% 我就很不想練 因為這個吸引不大啊 李小龍好歹是絕品一零耶 看玄機的齁 玄機 千 千環 電盲 使用絕血攻擊時暴擊提高 7-15% 還可以 本回合如果施放過絕血行動結束時根據造成暴擊的數量 對自身三感電最多 噢 蓄電 好像還可以 可是以玄機來說 他暴擊率不是本來就 不錯高了 恩 點多就是暴擊的數量 對自身 他說什麼 根據造成暴擊的數量 所以看起來 這個技能你放絕血 你放AOE會比較好對不對 因為你看你放AOE才會有三個嘛對不對 OK不過 你的技能 你這個神兵技能一開始 就 那個第一圈開啟的話你只能一個 所以放單體技能就好 你到後面就是 可以考慮放範圍技 但是 恩 你是看情況 我也覺得 這個還好 然後才提高7-15 我 好像也很少耶 看一下他 這話說什麼 講話優勢 每次覺得可以打出個 奴隸暴擊 恩 我也覺得還 還好耶 然後再來 殷錫喔 殷錫 氣血高於90-50%的時候 物防提高7-15% 幽冥附 冰服的領域範圍增加一格 OK 面增加一格專屬引率 並代表的話 絕對就可以影響更多的目標 恩 7% 7%算很多嗎 我覺得都還好 還好耶 還是 還是殷錫的那個評價 這個神兵技能很好 我覺得還好耶 楊環 使用主動絕學攻擊氣彈燃燒的狀態 對戰中可以提高3-15% 對戰之後呢 擴散目標攜帶的燃燒狀態到兩個內 的其他敵人好 目標死亡的那樣觸發 感覺楊環的好像比較好一點 可是 不會用楊環啦 就算有這個神兵技能 那又怎麼樣 你對戰中傷害提高15% 最高到15% 你也不會去練他 就像我剛才說的 你練神兵技能 真的太難念了 很難練 很難練 點多是這個啦 拓散目標攜帶然後抓到目標兩個內的 底下點 可是 你能 弄到3階的神兵技能就已經很 很難得了 不像那種單一的那種神兵技能 就是一看 喔就是 這個必練 可是就 都還好 目前看起來殷熙的還不錯啦 就是以這幾個角色比的話 我覺得殷熙 玄機的還ok 還ok 在什麼 高期 攻擊飛滿血的目標 對戰中 提高傷害的4到28 我可能最後也到20%這麼高 近戰攻擊對戰後 那支撐位滿血的時候 對一圈內的方法造成一次 0.6倍好像也還好啊 這個 0.6倍的傷害是什麼東西的0.6倍傷害啊 都不寫清楚耶 攻擊飛 近戰攻擊對戰後 若自身會滿血對一圈內的一個敵人 喔一個而已喔 造成不是範圍喔 0.6倍是什麼的0.6倍 沒有講 我就覺得好普通喔 沒有像之前 單一那種 單一真的是很好啊 啊 與雙龍真的還好耶 這樣看下來 殷熙跟玄機 至少他是7% 你看殷熙 我覺得殷熙還有值得可以練的價值 像90% 第一屆是有點困難啦 可是你看50% 最提高15%物防 然後優 優民兵服務警率增加1格 可是 必須說啦 必須說 你要練到殷熙的神秘技能 你應該擺到很後面了 有泰度要先練的 比你贏的先放第一個 所以 再等等吧 對啊 好啦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這5隻我覺得都還好耶 與燒龍的真的普通耶 真的是普通 而且重點是這個 你要讓他攜帶有害狀態 誰會讓他攜帶那麼多有害狀態啦 通常看到有害狀態都會去解了 通常啦 我是這樣啦 只是 也是看各位怎麼去打啦 我自己是這樣 遭受攻擊去上一個有害狀態 好啦我覺得玄機跟殷熙的還ok啦 其他的我就覺得普普通通 羊皇這個有奇效嗎 沒有實際用過不知道 擴散而已啊 那我帶泰斯不就好了 直接燒很多人啊 好啦如果 大家有什麼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 然後 我都會看啦 那今天神秘技能都到 都到這邊囉 好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